為了要讓六甲朋友健康健康 台南市政府六甲共每一黨都會基盤 很多地方的活動活動 來跟大家當地走出活動活動 特別等到你在安民基盤健康的活動 邀請到安慰家族中間超過一千人 到地來運動 讓六甲朋友 不然是讓你在工作一場打拼 也要照顧到自己的健康 可以從他的面上看到 天啊不完全講 共同上就來了中情委的面上 相當的勞結 接下來大家已經是在主持人的串釀吉哈 開始做了安心的動作 準備要來進行健康的活動 在市有著台南市政府六甲共 收來主辦的活動 邀請了過去也要安慰家族 再回來參加 總共輕了超過一千名 六甲朋友報名 大家要做回演到既定的路線 來賣出腳步運動 救出來遞到健康的身體 保平安健康開跑 感謝大家進了沿路經過我們的四堂 比如我們透過健康 在我們安平的海邊走一趟 把工作的壓力釋放掉 還可以回到我們資產上 各領域上大家共同作為打拼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職場上 一天的打拼 都一趟很平安 等候下班之後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裡 享受天人之樂 除了說要透過健康的方式 來跟大家作為運動以外 東港現場跟設立了個空造業的體驗區 向每一個人用到安全的方式 來瞭解到工地安全的重要性 進一步提醒大家的危機意識 創造更加安全的這個環境 提醒大家在職場上 絕對每一個步驟都要照SOP來 不能掃過 不能掃掉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掃掉 風險都會加大 應責到這裡就跟朋友 因為應責高高低低 就會比較風險比較大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搭得我們的應責 讓大家體驗 這樣的一個高空作業的時候 都要注意 在安全帽 在這樣的相關的這樣的測試的部分 在這裡拜託大家 在職場上的工作 一定要照上去 為了健康的新鮮 和安全的工作環境 是企護的工業 持續在推動的一大目標 期盤透過多大的骨盤 可以成功幫助大家 建立健康的心態 還有關聯體驗鼻觸的這段環境 帶來迎負有一個生活 接下來我們安兵庫採訪報道